陈赫 在生日当天发文称自己准备要出书 讲述这两年来的变化 难免又要把前夫陈赫给带上来 并谈及当初离婚的原因 陈赫好不容易洗白 当然不会让他继续消费 所以在ins上也暗指许迹 消费别人的过去并不光彩 王思聪曾爆出的猛料 早在媒体曝光之前就已经指出 当时张子轩已经是有老公的人了 那个时候他老公还在坐牢 还是双双的婚内出轨 而且王思聪爆出了疑似张子轩小号 在与陈赫外的男人恋爱聊天记录